大家好,前段时间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组插画 他讲的是那个,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他的topic叫typical model that every photographer knows 然后他是一组插画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叫什么 他有两个就是typical male photographer that every model knows 就是典型的男摄影师的所有模特都知道 然后典型的女摄影师所有人都知道 反正我这topic有点有点怪,然后我们一点点讲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观众都是在玩摄影的这个阶段的哪一个阶段 然后我这接触的其实很多都是比较 我觉得就是加微信的嘛,至少就是 就应该是在器材档的那个等级的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看我们视频的人应该都是比较高级的 比较就满级八十,我们可能都六十七十了吧 就是已经出新手村了,准备,不叫秦手村了 就已经装备什么都有了,然后也打过怪了 就魔兽吧,八十级是开始嘛 现在已经八十级了 就是要么是入行 要么就是有自己的这个钻研录 然后我们就看一看 其他的这些就是比你等级低的人是怎么样的 或者一些奇怪的人,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嘛 然后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讨论讨论 首先我们先看,先看女的吧 呃,模特的吧 我打马了,因为这个,你看 ok,typical model that every photographer knows 就是典型的模特所有摄影师都知道的 surprise guest,就是惊喜的客人嘛 就是你去拍照,然后带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这个其实还好吧 你这个 但我其实不太喜欢的 因为 那很奇怪 就 也说不上还什么 但是 一般拍照我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 人家肯定就是拍情侣照嘛 或者是 反正就 就贼难受 就 多个人怎么都怪怪的 但是站在人家角度来讲 你怎样 你自己心里有问题在 所以说 这里给人画的 这螃蟹手啊 对吧 壮的 那 那 那你们是在这拍的 studio嘛 OK 这个有点牛逼要啊 他妈的 他妈的 Content Creator 就是 那我就是个 Content Creator 我不是模特 但是就是内容创造者 就是 他有比较有想法 然后有一大堆东西 这还Dollar Market 这说着什么啊 这说着什么啊 And then on Instagram I'll tell them to spell out their favorite holidays on letter one letter at a time in common 就是写自己想法嘛 就那些脑子特别 确实你 你是摄影师这东西 你模特很牛逼的话 他就会把摄影师带走 然后摄影师很牛逼 就会把模特带走 我其实我从来不拍模特这种东西 我都是朋友 我只拍照 只拍朋友 我不瞎搞事情 这个我打码了 这个 SG Hopeful 我不知道什么是SG 但是这个就是 Suicide Girl Suicide Girl 就是这边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 然后 你说中国人喜欢玩那种emo 或者是那种 那种非主牛 然后那种 自虐什么 那种 上的那种东西 Suicide Girl 其实也是类似的 但是他比较结合朋克 比较 就是 他不是很 他很唯美 但是没有那么唯美 因为老外一些都挺胖的 他这个发型 就 我觉得很变态 其实 但是 你要说唯美也唯美 但是 我就觉得他妈的 就像小丑女那种感觉 但是 那么奇奇怪怪的 很难 I can't wait until this pigs go up Suicide Girls 对 这是 Go up Suicide Girls 不懂 OK 这个牛逼啊 The Diva 我还不知道 Diva是什么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I won't show at least there's a full makeup and the hair team and I get guaranteed tear sheets 就是 你可以撕那个 撕那个床单呢 就比较 叫化妆嘛 这个其实人没不是很没有 不是 这里人没有什么自信 然后 哎 这种女的大家应该都见了 你看这里画的还是名牌ysl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红底 You do have one ten thousand 我操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en thousand followers 总的说 就是 刚才看那几张图 就是 那些女人给 给我们这些摄影师 一种很大的压力 其实是 其实 这种人其实蛮多的 说实话 挺多的 这个厉害 Influencer 其实 就和一些 Influencer合作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认识一个人 他妈的真的很烦 就到hashtag嘛 然后 因为没办法 你要 你要有这个粉 你其实粉 它就是钱 你没有粉 你也没有 对吧 你有粉 然后你粉 你的变现的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说 你跟那些 Influencer合作 真的有点 然后这里画的一个小故事是 OK Time's up You got your photo I need to take follower back 就是他把follower租的是 租的 其实没有哪有租的 都是买的 Remember there's only rental service 蛮讲搞笑的 OK Cosplayer 这个其实 我也很烦的 我不是很喜欢拍Cos 因为Cos 自己想法太那个什么 而且 我又不看动画片 对不对 而且Cos 我觉得是很overprepared 就准备东西很多很多 OK I think my hair is caught down 因为他是假头发嘛 假头发就 感觉在B站说 Cos不好 不太好 但是 唉 随便 OK I think I need help 就是确实 你给Cos拍照 经常要帮他弄道具的事情 这个 这个 这个Creative 这个 这个其实 很早的一段时间 我也喜欢搞这个事情 我喜欢就是 就是让模特做一些奇怪的 那个姿势什么的 后来 我现在也喜欢 因为这是一个想法嘛 对吧 就体验一下这个 比较搞笑的 比较fashion的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要不然你的照片 你怎么和人比嘛 但 我觉得女生这么搞 就也可以 其实这个 你自己有想法 就要尊重嘛 但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 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奇怪的人的 所以 就还好 就没有这么夸张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 其实所有很多 就是drama queen 就是 事多 有些事多就是 No Kyle I fucking told you I had a photo shoot today 就是 事很多嘛 Well you fucking better be pick up my kiss from her dad like you said you would 这三脚链子 什么鬼 这是 然后 fake 这个 这个就是迟到了 这不是迟到 这是 See you at 12 Hey sorry I gotta have to cancel the shoe My grandma die again 这种我 其实我到现在我没有 我不想回忆 真的 我不想回忆 这个我打碼了 就是 这个是真的 我之前拍了 一个就是一个外景 然后那个妹子拍着拍 就把衣服脱了 嗯 而且是 是室内脱的 很烦的 其实 也没有什么好烦的 就 极度自恋的 极度自恋 那站在我的角度 其实我不喜欢 就是脱衣服的妹子 因为 能对你脱衣服 也能对任何人脱衣服 对不对 就想你拍照 你还 人家还不知道你拍什么样子 他只是被自己 就是他喜欢自己 高于喜欢 什么 任何东西 都想你拍照 什么 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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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prepare我觉得还好 因为overprepare还好 我觉得 因为你自己的就是作为摄影师 如果牛逼的话 overprepare没有什么关系 the retarder 对了要原图的那种的 而且要RAFile的那种的 然后这USB卡其实都装不下的 事很多的这种的 然后人家看到什么 哇操这么丑的 然后下次再也不合作了 再也不找你拍照了 这个selfie addict 这个经常的 我一个朋友他妈的我很讨厌他真的 即使那女生蛮优秀 但是我很讨厌这家伙 因为自恋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他们找我拍照 其实就是后来我干脆就是给 每次给他拍照 我都再带一个人 你去拍一句 然后我就把他朋友勾搭走 自恋狂子 我想要这样的 我想要这么很傻逼说实话 Stoner就是 习大了 就是 I'm all the way better than I'm all the way better than I'm all the way better than Bate 习大了 好像这组就没有了 所以就学心思思的人嘛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喜欢拍照的妹子 肯定也不是这个世界主要的妹子 肯定还有一些别的是什么人的 但是 林子大了 什么样的鸟都有的 但这不一定是全部 但是好像挺准确的 其实 所以说我拍照这么多年了 四五年三四年 我到现在也单单身了 因为没有遇到过这么久的女孩子 其实都怪怪的 OK 现在看着这一组 Typical male photographer that every model knows 就是所有妹子 就是我们现在想把自己想象的妹子 OK 我们是妹子 The Boomer Boomer就是baby boomer 就是四十五十年代 四十五十七十年代之间的那些生人 那些人 那些那些老爷爷 现在差不多也五六十岁了吧 他们 年纪大了嘛 然后兜里有钱 那时候退休金也厚厚的 然后 又没什么花销的 其实就是老法师 其实就是 只是 只是这概念不太一样 因为 中国是没有boomer人的 但老外那边是boomer的 但是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感觉是一样的 老法师玩摄影吧 boomer bro 这可以啊 我认识一个 我受伤很烦的个家伙 这个人 啊 这个人他妈就是个 这个人他妈就是个bro 就是他每次我可以 get a wish to a shoot why because I want to know your beautiful hot chicks 就 这个人他妈的就不太干净 你知道吗 就这种人都不太干净 咋个说法呢 就是 关系太那个人了 太跟你拉关系 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这个 怎么是想法的 我这个人其实 我不太干净 哦 我其实我也是bro 但我这个身材更像那个bro 我现在是25岁 我现在看起来跟80似的 是吧 没有吧 这个30似的 10似的 然后bro呢 就就兄弟嘛 肯定 grab a beer 我一属一 我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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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bing together artist 这个他妈的 我去剪了这个造型 然后我拿起我的大画符 这是一个speed graphic 就是一个中画符 这是二层三 四层五 八层十 这我一个speed graphic 然后 站在里就Andy Warhol那个样子 然后 Eye contact 这里写的是Do not make eye contact with me 就很艺术嘛 就是很沉浸自己世界里很自怜 但是说实话这种 你照片怎么样就其实不一定了 你可能好 你可能不好吧 下一个 我这就是老法师 这妈的天天这么念咒语的这种的 tfp is ruin the industry tfp就是免费 免费那个什么嘛 他妈的金饰这样 然后 you not real photographer unless you do it for a living 我也不是living 我也不是real photographer only real photographer know how to develop a film yeah real photographer real photographer right here real photographer Nekong Nekong is way better than Canon Nekong yeah Nekong特别好 Nekong打钱哈 I have 30 years experience what the fuck 那么老法师好吧那个 uh I don't pay model unless model pay me I got to start a moon facebook group the model crop water crop watermark so I backlist her 她那个crop那个结了水日 所以我把它很拉很没电了 好这时候没电了然后就就这样我就直接屏幕了里面也不太想看到我的脸这个这个GWC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我查了一下就是the guy with the camera的意思这其实很亏事啊其实指的更像是日本那些呃底裤打的那些啊 群抵挡那种的然后就偷拍女生小底裤那种的就拿相机那种比较厉害的想不出来是比谁比较厉害的有一些很厉害的拍的照片很好的也不一定是小底裤啊 my wife think i'm in i'm at a conference so let's just keep between us mckay 就就就就很奇怪的这种人很creeper的这种人啊这就是creeper的这其实我很creeper我其实也很也很那个什么的这toptop拍一拍拍一拍一拍的嘛拍一拍这不是床吗啊这自恋狂吧各种各人那个自拍的 这种就是他喜欢吧自己更喜欢比起他喜欢自己多过喜欢拍照一例这个就是那种很不接地气的就是那种自己自己自己拍照很厉害就什么什么很厉害很高级的那种人这种其实就是行业顶点然后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比较鄙视新手很鄙视的这个所以这应该就是个满旗号了应该 你会发现他们甚至都不用相机了啊这团队协作嘛这个其实新手很多时候都是团队协作啊对不对就是一个人拍照另外一个人拍视频另外一个人手机发小视频然后还负责打灯这个主要摄影的嘛然后拍视频的然后手机instagram然后负责打灯这个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很好 但是都untypical吧这还有一个女性摄影师啊我fuck我打马了我那几个 那么好 liebe 嗯 哦 妈妈妈妈妈妈大拍双发 I have sell cool I have sell I having I having a sell çünkü on right now игры 赚钱吗 确实赚钱的这个 但他这个好便宜 acrobatic 就是骚操作 还好吧 但说实话我最开始拍照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要蹲着拍照 但也是我之前那个女朋友 交过我就是说拍照最好低一点 然后后来我经常就是躺 喜欢躺在地上 或者坐在地上 但我从来没有 这个样子这个很骚啊 Hipster Hipster就是嬉皮士 然后刚才那是跳舞演员 不是acrobatic 跳舞演员 就是马戏团演员 就是那种杂技的那种 It was until I went to Cochilla That I really found my way 谁是 谁是Cochilla 是什么名字 这是 That I really found my way with photography 这是拍力了吗 CP4 CP4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很artistic 我很喜欢这种 我想成为这种人 说实话 但是算了 我还是当我老法师 Adventure 就是冒险者 I need All I need is my dog 爬山的这种 这很正常 Boss Babe 哎呀 就是 就是 就包养的那种的吧 就是Kindle Jenner的 就是那种 就老板的小工具 这个倒还好 我从来没见到哪个 哦 追星的这个是 对追星的追星的追星的 哎 这老妈子 这能过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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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自己自拍的吗 这个是 就是打好然后自拍杆的 这个其实也还行嘛 其实我比较烦的那种 那哪呢 因为我想看人不穿衣服 这很暴躁的女摄影师啊 PRO PHOTOGRAPHER嘛 这也还行 其实 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 照片反正不是照片 就是这图都在这嘛 对吧 图都在这 其实就是想说这东西 就摄影其实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然后尽量就别被别被定格了 其实这些这几种人设 其实每个都不是怎么好 但也没有其实说那么坏 尽量你避免就是说 假设你是个老法师的话 我会你是个BRO的话 你可能试着想一想老法师这边 你想想你是个BRO的话 你想想这个expert 就是这些knowledge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是个knowledge 你尽量想想BRO吧 或者是 比较艺术一点 就不要总卡在一个东西上面 然后也尽量 其实我觉得鄙视链这东西 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但是 看人生追求不一样呗 我想这些人其实追求很 都不太一样 我刚才一个朋友就是 就是他拉我就是相机买卖这块嘛 就是我现在能拿到的货 就是能拿到的比较好 比我之前拿到的还好 因为那个人 但那个人就是个体育记者 就喜欢拍体育 然后过得也不怎么样 就是也没女朋友啥 年纪有点大了 怎么说呢 就你接触不同的人嘛 永远别卡在一个 一个 这个expert的专业老法师这边 然后你试着通通别的领域 但是 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胖子 你多自拍自拍 然后你 你team team 怎么会好都好的 不要卡在一个地方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 然后妹子那边嘛 妹子 我不太跟我们说实话 好本期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